陛下许你一言 由我转达 给我留下一个儿子吧 我侯军级平定了高昌 之前还有土与魂 我们侯家应该传下一脉 祭祀我的功绩 我年轻的时候 从玄武门一直侍奉陛下 我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我实在是 自己 弹无了自己 太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 我要说什么 你很清楚 今天我要听你说 你为什么 你不是太子吗 我身为太子已经十八年了 在太子之位上 我做错过什么 应该没有 在太子之位上 我贪图过什么 应该没有 我对得起太子之位 陛下万岁之后 我会是昏军吗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陛下 是因为我处理朝政和担心 你处理朝政尚好 那陛下 就是担心我的品德 对 你担心错了 十八年了 我性格未改 十八年来 你认为我处理朝政尚好 十八年了 十八年来 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品德不会影响我处理朝政吗 我知道 我不是太子了 父亲 父亲 你到底为什么偏袒魏王 你偏袒魏王 朝野一轮 你是知道 你让魏王 住进武德殿 武德殿是什么地方 你也是知道的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 所以你命未争为少师 向平息一乱 平息了吗 岂王魏王他不在乎 魏王咄咄逼人 这是你想看到的 还是你真的不知道 我在问你 为什么要谋反 我就是在说为什么谋反 谋反是为了自救 自救必然谋反根源 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太子了 明天就伸手一冲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父亲 在离开你之前 我只有一句话 如果陛下 如果陛下封魏王为太子 朝野沸腾 究竟是我的错 或是魏王的错 还是陛下的错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 李世民下诏 罢处太子李承前 贬作平民 李世民下识 兄名书 李世民下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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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